欢迎回当年带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川喜两人的这一个大斗争还在斗 然而中国内部的各式各样的化学变化也还在发生 同一时间中国的民营企业跟富商是不断的外逃 那月中这里头有资金的外逃 也有先前习近平定调企业家要爱国 那为什么指名企业家要爱国 当然是要他们的潜爱国而不是要他们的忍耐国 那问题是现在在中国混不下去了 甚至有可能有牢狱之灾 我当然得赶快跑 那跑哪里去呢 最近被半岛电视台踢爆说 欧洲的国家塞浦勒斯他们在卖护照 卖多少钱呢 215万欧元 只要你付了这个钱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所谓的黄金护照 半岛电视台发现说 这其中有大概500个是中国人 这500个人当中呢 基于这个各自的问题 半岛电视台没有全部公布 可是他公布了有好几个 还蛮知名的 其中第一个就是这个碧桂园的 这个现在的大掌柜 因为他爸爸已经算退休了 就是这个杨慧妍 杨慧妍有一度是曾经号称中国女首富 对没有错 那所以现在他可能会变成赛普勒斯女首富 好再要说明一下 其实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那你既然被踢爆你有双重国籍 理论上你有了这个国家国籍 你就不可以是中国籍 那当然说归说 孟晚舟也有好几个国籍 肖建华也有好几个国籍 可是中国当时还是认为他是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有钱有势 那现在这个杨慧妍也是有一样的问题 那不止这样子 这企业家要逃难 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叫做高官 甚至进一步说贪官 也有一堆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好几个 搞成都的人大代表 然后武汉的这个 政协委员等等的 政协 那这里头都是高官后路的 对 所以你想这些人他为什么要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他怎么有这么多钱 215万欧元台币七八千万了 如果以他的正常薪水 不吃不喝 他基本上都买不起这个护照 那背后不是贪官是什么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问题的商人 所以刚刚里面甚至有些被判罪的商人 其中一个叫李嘉东的 他犯了什么罪呢 被查到资助北韩的骇客 而且他是被美国制裁当中 结果他现在要跑到塞浦勒斯去 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就凸显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再来我们看到刚刚讲的 这些人要嘛就贪官 要不然就是做生意出的事情 那比较有名的 大概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季晓波 季晓波的问题真的是越演越烈 现在又传出来 他原本送给他这个未婚妻 当然死都没有结婚 这个豪宅又被抵押出去的 这个价值13亿在香港的豪宅 其实这次是第三次抵押了 因为他传言他 欠了一屁股再根本就还不出来 所以动不动就把这个豪材拿去抵押好 那所以说名义上说是吴佩慈的 事实上其实就是这样子 不断变成这个季晓波周转的对象 那当然更重要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他名下的这个公司 这个博华太平洋 股价跌到只剩一分 而且我知道追踪了这么长时间 从我们上次讨论这个公司到现在 两个多月了 他的股价还是一分 没有动过 所以随时有可能倒 那除此之外 再来还有中国很有名的明星赵薇 赵薇的事情我们以前也谈过了 那现在是传出来说 其实他们早在三年前 就跟他老公已经离婚了 他老公黄友荣 这个人真的是也是来历大有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传言说他以前其实在申俊 帮某个风云人物当司机 结果后来因为那个风云人物失事了 结果黄友荣就用了一些办法 把他的财产全部接收下来 所以就变成了有钱人 那他当年在大概2000几年 他追赵薇的时候真的很大方 你看到右边有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就是他当年 为了追赵薇的时候 送给他的礼物 哇你看到里面 包含那种名牌的 这个哈马斯包包 知道就知道他很值钱 他一送就送了十几个 他有15克拉的卡地亚钻戒 他有一堆钻石宝石 然后他有这个酒庄 他有这个豪宅 出手大方 对当然赵薇本身身价也很高 你看他以前真的是很红 他身价最高的时候高达四十几亿 而且是人民币不是台币 好可是真的是跟这个黄友荣 因为真的是受不了这样子的公事 他有就跟黄友荣也结婚了 可是后来就真的开始出事情了 最大的事情就是2016年 他们去买了一家公司 名义上说是买 事实上根本就是 他们成立一个空壳公司 要去买一个上市公司 他原本这个叫荣威传媒的 其实他们只有六千万的资本额 居然要买一家价值一百亿人民币的市值 这个基本上这就是蛇吞象 但有问题 那当然后来就被查出来 因为他说要去收购这家公司 可是反反复复 结果这家公司的股价就这样子 反反复复互高互低 所以因为这样子 2018年这两夫妻两 就被中国的当局指控你炒股 所以被限制五年不准进股市 大概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赵薇决定跟他老公离婚了 中国事实上 习近平开启了另外一轮的内循环 而且要求企业家要爱国 要用钱爱国 但是这两天爆出来的新闻 是塞浦勒斯的这一个贩卖护照的 这一个案子当中 有一大堆中国的富豪 拼命逃 那这一个护照 一本要高达台币有七八千亿的护照 那这里头曝光了好几百本 其中包含了杨慧言 也包含了很多贪官 然而同一时间 在中国内部贪官被逮到的话 确实下场会非常的惨烈 对真的 但是这种事情 真的是此起彼落 到一波接一波 好 比如说我们先看到这个华龙 中国华龙是中国四大管理公司 都是中国政府执营的 那个真的是财大四大 结果这个华龙的前董座赖小明 终于认罪 那当然就官方资料说 他贪污了十七亿多人民币 我想实际上数字绝对不止 因为你光看那个照片里面 他光现金你看 满满的那个铁柜 好几个铁柜 那当然中国现在媒体说 他是中国史上第一贪官 那这个金额十七亿多 我觉得其实是个 一个大问号 相信绝对不止 不止这样子 如果你以为贪污送钱 就这样子的花灶而已 没有 中国这个绝对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居然现在行贿还有送儿子的 怎么回事 怎么有送儿子 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王宝安之前是财政部的副部长 他因为帮一些商人 就是帮他拿到补助金 所以这个商人为了回馈他 就怎么样 送他儿子 怎么送法呢 因为这个王宝安 他一直在抱怨说 年纪这么大 他都没有儿子 因为他老婆也老了 也生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厂商就说 好那我帮你想办法借父生子 所以就帮他安排 娶了金额之后 去找了两个女的 帮他生了两个小孩 所以他这个厂商是帮他出钱 找人铺籃子 然后再出钱找代理孕母 然后再把代理孕母的小孩生出来 这样他就有儿子了 是的 而且他两个 因为代理孕母是要钱的 所以他这两个儿子也是千金 花很多钱 花了三百多万人民币 弄出来的 也这么便宜 所以说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真的 再来还有 我们都知道这个茅台酒 很蛮值钱的 可是茅台的经商权 是被控制住的 谁控制住的 第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贵州省之城的副省长 王小光 因为他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茅台在贵州 所以这个经销权 他就有办法影响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人头 就成立 取得经销权 或者是你要 经销权你要来收买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他们家后来他被查到 光仓库里面的茅台酒 一堆 结果被抓到的时候 他老婆发现 知道消息说有人要抓他了 结果他老婆就赶快 把这些茅台酒 全部倒到水沟里去 问题是倒不完 结果他老婆就很感慨的说 扔也扔不掉 扔也扔不停 喝也喝不了 送也送不完 倒也倒不进 你就知道这有多严重了 好 还有 茅台的董事长 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看到这个 元人国也是一样 借由这个控制经销权 就很多人为了要卖茅台酒 就行贿 结果你看到送他什么 黄金座的顶 你看那个顶是黄金字的 黄金顶 五公金座 好 那不止这样子 上面还刻了字叫做 九贯情人国 这个其实是 这个清朝的诗人 郑珍他的诗句 原本里面的人是 大人小人的人 就他因为这个 他的名字叫原人国 所以把他改成 忠孝仁爱的人 又就是拍马屁 这好有心的礼物 对 而且金架最近一直飙涨 是 如果你说以价值五公斤 也不会 以他们来说看不上眼 可是你又多用了这个字 人家就自然就觉得 你很有心 好 那当然中国本身又面临到 一个大问题就是 很怕外汇 大家都把钱 刚刚说 一些大官也好 贪官也好 生意人都把钱拿出去了 所以中国在我们现在 居然想到一招 不准中国人出国赌钱 OK 一样怕这个资金外流 怕外汇流失 所以居然想出了这招 禁止出境 你要的话 你顶多在澳门 我自己的地方 你不能到其他地方去 那中国控管的钱的方法 又出了一个新招 以前印差票不够快 现在直接发数字货币 现在苏州的公务人员 他的薪水的一部分 已经给你数字货币 不管你要不要 你就是得收 发行数字货币 不禁让我们怀疑 是不是你钱印钱太慢 以后直接电脑闭闭闭 就有钱进来了